新竹苗栗和中部地区水库蓄水率只剩下两到三成 因此水晴灯号已经转为成等 等一下会宣布停灌的几率应该是非常非常高 竹苗中2021年一起到座 停灌已经成了定局 尽管近期有封面报道 无奈中部地区的水晴还是毫无起色 新竹的宝一和宝二水库蓄水量只有32%到33% 台中的德基水库也只有31% 至于苗栗的明德水库更只剩下15%左右 总蓄水量达1.2亿段 根本无法满足一起到座大约4亿段的用水需求 因此不止农业要喊咖 水晴灯号也再升级 针对新竹苗栗台中的部分的水晴灯号 等一下会决定 原来是黄灯 然后会变成减量供水的成灯 我们的想法就是 让它节省的用到明年的五六月 2021年1月6号 竹苗中地区进入成灯警戒后 针对每月1000度以上的工业用水 节水7% 非工业用水则是采取循序节水 从10%到20% 希望借此撑到雨季来临 不过新竹还是台湾的科技重镇 适逢产能忘记 如今水晴告急 也让外界担心产能是否受到影响 竹苗现在从之前的自主节水 5%到7% 我们现在执行到现在 基本上厂商都还能适应 20万吨的水大概在1月底 就会过来 就从那个师们会到新竹这边 竹苗管理局强调 目前厂区已经减去非必要的营业用水量 加上依照过往的经历 承受水库最低蓄水量为21% 因此在完成北水南运之前 一个月内都还能阴影 而竹苗的科技厂也各有应对之道 像是产能满载至明年上半年的 矽晶圆场环球晶 将靠着集团的力量用水车调度水源 面板搭乘友达也制定缺水营运持续计划 从制程用水到民生用水 执行分阶段的减量 至于太阳能场原晶 除了野汉特约水车配合 购入一桶1200元的水之外 目前新竹的备用水 也可以供应7到10天的急需 不为政府在即减量供水 身为用水大户的科技厂 已经全面备战 记者林威信林家宏 台北采方报道 再次回到这期节目的核心 kortusement 看到这期节目的核心 我们下期节目的核心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的核心 至于 核心